今天话题聊了很多 我们从一个人的创业 到对于未来的宇宙的想象 到从哲学角度来看待 一个数字时代之下的 我们的资产的价值 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有多久没看书了 我就不问你说 你上本书是什么 我问你多久没看书了 我记得小时候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如果拿着一本小说不停地翻 妈妈一定会骂你 好好吃饭不要看书 但如果今天有一个孩子 他在吃饭的时候 捧着一本书疯狂地翻 那个母亲和父亲会露出欣慰的笑容 说我孩子蛮喜欢看书的 因为如果他拿着一个手机 在那边不停地刷 应该会被骂 所以我们发现在通过一个 长达可能是十年的时间的变化 我们对于书籍的理解 以及对于书籍的认知变得不太一样 我们今天标题定做叫做 世界很快 但是还有书籍 后半段其实是一档纪录片 在B站上已经更新到了第三季 叫但是还有书籍 这个纪录片在讲什么东西呢 讲的是我们现在在国内的 还存在的书店 一些独立的书店人 他们的故事 有些人开了三十年 有些人开了五十年 去年下半年的时候 在北京有家书店的店主 因为在搬书的时候 不小心从二楼摔下来 结果摔搜 然后他的这个爱人 然后把家里的这个房子抵押 去还债 很多人说书店不好开 但反过来我们在想的一个事情是 图书这个事情 书籍这个事情 在当下真的还是我们必要的东西吗 我们现在书店里还在卖什么 今天意想成这个各位去二楼 有些一幅书店在 然后各位如果再稍微挪紧不到南唐 会看到我们的书店书盒 我相信现在各位进到大型商场的所有书院当中 映入你眼帘的除了五花八门的图书之外 一定会还会看到很多别的东西 比如说你会看到很多的文创产品 看到咖啡吧 看到展览 看到画作 看到很多漂亮的小姐姐拿着手机在自拍 看到很多人在那边谈恋爱 但唯独会看到很少的人拿这一部书来看出 所以从商业上来讲 或者说从一个业态的变化的方向来讲 图书这个东西真的还有必要吗 因为我们今天获取资讯的方式太多了 说到底我们看书只是我们获取资讯的一种方式而已 我们今天拿手机来看 如果我们今天让一个孩子从小开始 就不一定用纸质阅读的方式进行阅读 我们如果像美国的孩子一样就开始看Pad 开始看很多的电子产品 我们发现他对于纸质的依赖并不是那么的强 他其实未见得一定要用纸质的方式进行阅读 而很多碎片化的方式获得资讯的方法未见得 我个人认为未见得是比系统化的方法要差的 因为我们获取资讯的最核心的价值是了解身边的世界在发生什么 了解我们过去发生什么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而所谓的系统化阅读只是给他一种架构 这个架构通过教育和东西和其他的一些方式可以获得 所以一个真正在售卖图书的场景 在今天这个时代之下似乎不太在卖这个图书 虽然我是一个图书从业者 但是其实我也在反思这个问题 好 如果今天书店不再以卖图书为何其在卖东西 那还在卖什么 日本的鸟屋书店开到了国内横虎 他的创始人讲说 书籍不仅是商品 更可以成为编辑空间的线索 对吧 于是开始卖策划 开始卖设计 鸟屋书店的创始人 曾天先生赚了很多钱 因为他的鸟屋书店不管开到了台北 还是开到了大陆 都可以赚取到超过千万级以上的品牌费 因为他把一种良好的生活方式呈现给你 可真正让读者在从中获益的东西 是这个书店带来的吗 马上也不见得 那书店还在卖什么 书店说我们在卖体验 对吧 你进来之后可以有很舒服的阅读环境 有很好的社交环境 那今天你坐在家里不是更好吃的书吗 所以书店到底在卖什么 图书到底有什么用 在前年的时候有一个行业的前辈 他已经在这个行业里面干了几十年 他有时在北京问了我的问题 他说我们都作为书店的从业者 你是一个新人进到这个行业里面来 你告诉我书店到底在卖什么 书店到底在卖什么 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直气灵活 我相信每一个做商业的人都会思考 我的这个业台到底在卖什么 我在过去的时候跟大家讲说 我们在卖零售 我们只不过可能跟肯德基 跟这个九十杂物社 我们可能跟这个印象城的很多的其他的业台 不一样我们在卖书 但当我们拉出财务的报表 再看看整个营收结构的时候 我发现图书这个东西 它给我们提供的价值非常的少 给大家再讲一句数据 2019年是中国大陆在过去三十年来 新出的图书出版 这个新书总量最多的一年 多达11.8万种 各位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你们今天上淘宝 上京东 上当当 上很多新华书店里面找书 一年之内 在我们这个市面上出现了 11.8万种的新的图书的品种 但是那一年非常讽刺的事情是 卖的最好的图书竟然是余华的活着 也就是说 这超过11万种的读书的作者 在那一年生产了一堆的 我们不能称之为垃圾 但至少生产了一大堆的 消耗了大量的纸张 纸材和大量人工的 没有让我们产生任何经济上 思想上 还到前面去的东西 所以指数这个事情 在现代这个世代 真的还有很大价值吗 这是我们这个同业 总的想的一个问题 于是在前年的时候 我们在带着那个问题 回到了团队 我们跟团队的设计师在聊 我说图书这个价值 以及我们书店 在售卖这个商品价值 到底在什么地方 他们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给我 他说 孙小小你想一想 为什么音像制品会消失掉 当时他提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我们团队内部共同的一个问题 我们在上时期90年代 80年代末的时候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们相信在座很多人 应该都经历过这个过程 我们最早的时候听音乐 我们用那个 手里用workband 用磁带 然后呢开始用CD 进而开始用MP3 然后MP4 对吧 后来苹果除了iPod 后来很多人拿的iPod 觉得这个挺酷的 我绝对不用手机 我用iPod 后来用手机 那现在我相信大部分人听音乐 除了少数的这个极端的发烧友会随身携带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还装这个光碟的小型CD之外 大部分人应该都是用这个手机来听这个音乐 为什么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当中 我们听音乐在底发生巨大的变化 我们似乎没有什么感觉 而为什么突出这个事情 一定要拿在手上 我相信今天 因为我往场下看啊 就是这个跟我年龄相仿的 或者比我大的人还是蛮多的 我相信 如果今天你给孩子推荐读书的时候 你还会希望他能够拿起直直读书来看一看 对吧 不要拿手机来看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们在书店里有很多读者 他到我们书店来拿了一本书 坐下来看书的时候 一定有一个标准动作 比如说会点一杯饮品喝 咖啡或者茶 我们以前还买酒 然后呢 一定会找一个靠窗的座位 如果有那个位置的情况之下 坐在那边 以本商而言呢 他可能看了十几分钟之后呢 就开始会拍张照片 花个朋友圈 对不对 然后会配一段文 羊包餐的人下午 一杯咖啡 一本书 美好的下午 一般都会这样做一个文案 各位如果需要文案可以找我 可以给你很多好文案 我们把时间倒退500年 在十四世纪末 十五世纪的时候 文艺复兴时代的 这个佛罗伦萨 在那个时候 当时意大利人 非常反对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反对把所有的图书 用印刷的方式进行发行 特别是圣经 他们认为一本好的图书 应该有手写版才有灵魂 这个话复刻过来 是不是很有一样的感觉 我们现在很多人说 读书吧 还是要看纸质书 一代你拿起电子书 似乎就没有了灵魂 我们把时间再往前倒 到了2000年前的时候 在苏格拉底时代 不管是苏格拉底还是孔子 还是那个时代的很多的责任 他们都反对 把自己的资讯 用记录的方式进行传播 他们认为一个好的知识 一个好的观点 应该口口相传才有价值 今天写下来的东西就变掉了 各位可以想象一下 其实我们对于这些资讯获取 内容传达的再次的变化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只不过这个变化的维度 不像我们的音乐一样 在20年到30年的维度之间进行变化 而是拉到了2000年的维度 在2000年轻的人们 传递信息跟内容价值的时候 他们认为一定用嘴巴 一定用记录 而在500年前的佛罗伦萨 他们认为 应该用手写的方式 应该用印刷 到了现代 我们认为说 我们应该用纸质阅读 应该用电子阅读 因为这个东西似乎玷污了 我们又给打引号的玷污了 阅读的本质 但其实今天包括我的孩子一样 包括很多现在的孩子 包括每个的很多孩子 他其实真的不太看清楚 他就是在阅读 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于 书记这个事情 回到本质上来讲 就是音乐的在体在变 但是听音乐这个事情没有变 阅读这个事情在变 阅读这个在体在变 阅读这个事情没有变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们往后看 图书的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书籍会变成什么样子 其实我们说 所以以下内容是和看眼光的内容 开始跟我们现在的东西无关 因为今天特别是陈尔老老师 聊了这个元宇宙说 我觉得我们在未来以来的时代 我们该去想想 可能在未来 我们会有很多混合的时代 会变成什么样子 其实有一类图书是各位没有见过的 什么图书呢 就是各位看看这个屏幕的右边 对右边以上的图书 在我们的行业当中 在一个很小众的范围之内 从二零零几年开始 国内和全球都会去评选所有的最美图书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这些最美图书是那些装针非常漂亮 用才非常好的这些图书 这些图书可能定向主发售五百本 一千本很少 各位看见的这个 最上面那个介入这本书 2017年的这个 在国内拿到最美 或者拿到国境拿到最美这本书书 它在图书的中间挖了两个孔 你把书合起来的时候 可以通过那种突盔的感觉 看见书里面那些文字 这个作者想表达什么 这个设计师想表达的事情是说 我们对于很多 别人生活的这种介入 是常常带有亏私欲的 是常常带有一些 我们想要去了解 但又好像不太礼貌的事情 所以他把这个东西表达在图书上 在PPT的下角这个地方 这个叫订单 这个作者是花了20年时间 从民国时期到现在 很多老字号的订单做了一个合集 他这个订单的编辑方式 是把图书的这种设计感 变成了一个在过去的 我们那个应该是在上世纪的70年代 刚刚开始有百货开 开柜营销的时候 我们去百货大楼买东西 是撕一张纸 他把图书变成那个样子 然后把图书的封面 用这个编织的材料来进行编织 很像一个老账本 我当时还看到另外一本很绝的图书 他写的这个书的这个名字叫窗口 它是个写建筑的图书 他把这个图书的中间打了一个梯子形的一个洞 是一个镂空的洞 你看的时候没有感觉 但是你把这个书立起来 放在光线之下 光线会透过这个梯子形 印制在地面上 而且是桌面上 你看过去就好像是一个建筑物的一个剪影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图书 除了我们日常看见的 可以翻阅的资讯之外 它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一种收藏品 这是我们对于图书的第一种设想 在未来图书会变成各位的一个收藏品 所以今天你去到书店里面买书的时候 上网买书的时候 对于很多普通阅读 我们作为从业者 我也不太推荐你一定买回家 但对于一些经典的装真美丽的 有很好设计感的图书 你是可以藏在自己家里面的 我们前年的时候请了一个书籍的编辑专家 叫吕晶仁老师来到了温州来做讲座 他的很多图书都拿过大奖 当时还有一本书叫做春风洗洗 那本书的装真 完全不是我们现在的看见这个样子 他的书的装真是不规则 你在拨开这本书的时候 很像是一个一阵风吹过树叶的感觉 所以你发现一个很好的图书 会变成一种艺术品 而这艺术品会成为各位以后 家庭里面的书房里面的一个很好的装饰物 那图书的第二个可能性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认为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个人的一个记录 如果各位有这个读书的笔记习惯的话 不管是你用电子图书用印象笔记 还是用这个微信图书 还是你用手机图书 你都会把它记录下来 而所有这些记录的东西 会成为你独一无二的珍藏 在元宇宙的时代 可能在未来就是MFT的生成的元件 你所有的创造价值的东西 是对于这本图书进行的二次创作 如果各位在过去有长期读书馆 我觉得一个很有趣的跨越时空的交流 就是你会发现上一个读者 在这本图书当中的一些记录和话语 我其实特别喜欢以色列人的一种教育方式 中国人对于教育的方法经常是只有一个标准答案 但是以色列不是 我一个朋友在西伯拉大学 他跟我说西伯拉大学有一个很高的一个 他们大学的这个图书馆有一个非常大的树墙 大概有十米高 他们上面只记得一本书就是圣经 就是以色列人在过去2000年的复国史当中 在全球各地的这些牧师们 对于这本书的一个注解 在以色列的教育当中 如果一个孩子在课道上面有了不同的观点 举手之后老师会说 很棒你把这个东西写上来 然后他们会把这个观点记录在他的教材之上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会发现 他们的这个圣经是他的注解 圣经很薄的这么多 但是关于这个正经的数捷长达十米的书下 而我们国内的这个论语 各位想要我们的历史发展过来 对吧 成诸理学 一个新的责任的诞生 就是否定前面的人 他说我只有我的观点是对的 只有我的这个东西才是唯一的正确的答案 所以这个东西造成了我们很多时候的知识的断代 但是当你在图书馆里看见了 196几年或者198几年的生人 在一本图书上面的一些解释 和199几年的人的一些解释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是一种非常跨越时空的感觉 而你自己当你五十岁三十岁四十岁的时候 看到自己十几岁在一本图书上的一个注解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原来二十年现在我是这个样子 这种注解会成为各位以后收藏自制书的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你家里面那些图书留给你的时间的印记 留给你的对于自己过去的成长的印记 所以如果各位现在家里面还有些老书的情况之下 千万不要把它卖掉 这个东西你现在其实是有价值的 现在你去孔父子旧书 老书室里面去找那些老书都找不着了 所以你们可以今天听完我的东西回答之后可以翻一翻 或者你父母亲家里面的老书翻一翻 如果能翻到那些197几年 六几年读书的时候一定把它好好找出来 我们不敢说这个东西现在能值多少钱 但至少它会成为越来越珍惜的财富 这些财富在科技和数据的时代之下 人们会越来越少去关注它 因为在未来的图书里面很有可能会关注的是装针设计和一系列东西 而不会去关注它的这个常态化的这个出版 所以这个最后跟大家聊的事情是在未来 在未来一旦科技的变化发展起来之后 特别是像我们陈博士所描述的那个事件 坦白讲我听上去是有些感到可怕的 当我们今天能够通过数字的方式跟一些逝去的亲人进行对话的时候 我不知道那是用什么感觉 这个东西我们在美国的一些案例里面已经有看到 如果你有够有钱你可以把已经逝去的亲人生成出来跟你对话 这种对话会有一种让我有种毛不索然的感觉 这种感觉是你通过读伦语似乎在跟孔子对话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必难 所以如果马斯科的脑机实验能够成功 我们设想过一种的未来读书方式 就是你真的不太愿意 你真的不太用去看这个书 你在脑子里放一份芯片 以下载的方式说不定在未来就可以直接看书了 今天你想把这个诗经全部背下来 今天你想把很难读懂的百年孤独给他读出来 简单下载就可以了 那天我们叹叹笑说那我们以后开书店生意会更好做 为什么 因为我们书店有个借乐服 今天你下载的时间只有三天 三天之后就忘掉了 因为你下载戏已经过了 我觉得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其实还蛮可怕的 但是往往到那个时代 各位对于阅读的价值会变得更加的弥足珍贵 因为在一个磅礴的 慢如烟海的数据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之下 真的不再可能只是11.8万种图书 而是几万亿兆的资讯 放在你的面前 让你去下载的时候 一个真正有阅读鉴赏力 一个有真正阅读判断力的人 才会真正找到属于自己 自己需要的一些资讯进行下载 而那些茫然的人 可能真的会成为一个真实版的洗脑对象 所以这个可能才是 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快 世界越来越快的时候 我们感叹一句 但是还有书籍 这才是图书给我们的最大的一个价值 OK